期待讓這個南道館長李丁慶 在內政保障新決定出來 為此繼續停止的初婚以後 恐怕並沒有出現 民進黨提名館長參選人立文中 會應多次順問是表示 以法是應該獲勸 國民黨南道館長報也表示遺憾 事實上前一陣子李縣長太太簡素端女士 後來在登記前一刻並沒有參選 外界只認為說好像是不是有條件交換 這個部分應該謠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其實年底選前幾次沒有兩個時間 李丁慶繼續停止 對選前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民進黨跟國民黨的看法曲是完全不一樣 如果李丁慶父子大概對我是利多 那現在沒有父子 我想對選前的影響有 但是有限 事實上會對選群有做任何的影響 我們也不做多大的評估 那最主要還是候選自己本身要請走基層 把他的政策理念讓百姓能夠了解 李丁慶在繼續停止的決定公佈以後 沒有出面政社會員 不過經濟保障媒體的報道 李丁慶是感覺很失望 因為政府沒有以法行政 他將跟律師討論以後 再決定是不是要再一處 向行政委拿出索丸 正出最後獲一個機會 繼續王教授 蔡宏 報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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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